在于他们使用了ABCD 他们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需要 把他们的七星文字 各国无家的文字都不要了 然后使用了ABCD 这一时ABCD以后 古书怎么样 通通看不懂了 没有必要生存了 所以大家都去研究ABCD的 组成的B字母的组成的这些文字 所以他们就是 所以他们今天才发现 他们到东方这来找的 不是要找东方的东西 需要通过东方找到他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 这在课堂中我会给大家逐渐演示 为什么欧美文化 跟我们东方文化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的他们也有 但是他们就是 所以老师这样很好 我们没有幼师 所以我们幼师的更厉害 因为现在大家中国人 胜着马脑子就胜了 文化已经不重要了 虽然他们古文也不看了 古文也不学了 所以说自己也看不到 实际上我们只是进行于古代的经典 到今天都还在使用汉字 虽然还经过简化汉字 还有这个把甲骨文变成黎叔这个过程 但是还是可以找到他的样子 特别甲骨文都是这些什么 相亲文字 你看他那个像 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事 说什么字 很容易学 甲骨文很容易学 就是把那个字变成图画 然后就会讲这个了 那么说这些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要学中华文化 八千年的文化 你不要从今天的现在汉语 或者中国形成了目前的文化体系中去学 你会浪费时间 好比你在树的叶子上一片片的沾叶了 你要回到那个根部去学 因为那个根你抓住了以后 它自己可以长之叶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成佛 我们自己要成老 你自己要成一个智者 成为一个智慧者 就是这位置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根 但是这个根你不能狂贵 说我自己编造出来 所以你必须根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八千年的根 在那个里面掌控自己的知道来 好 这就是很重要的 那这是什么 中华文化的根在玄学 所以是今天的玄学 今天已经被边缘化了 叫什么 叫江湖术士 玄仙高过 首先要知道玄仙高过了哪几大类 所以是只有五大类 伊谷星象山 所有的今天你们在外面看着玄学的东西 实际上都可以归为五大类 这在古代我们的师徒传承中间叫五术 就是五种技术方法 叫五术 术是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 又叫数数学 这样一个数字的数数学 今天可惜的大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玄学是什么 然后只学着一些皮毛 以为玄学就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一种创造力 就是说我要怎么创造都可以 甚至我在香港的一些风水书 还有他们一些风水大师的操作中 发现了什么 一些主观意识改变客观存在的一些现象 比方说什么 就是说一个横梁压在人的头上 它居然在上面写一个字是什么 说一笔勾销 然后挂一个毛笔 然后说你当这个人不存在 然后它就不存在 所以这个也当玄学 这是真正中玄的 但是价一把刀放在某头上 一笔勾销 当刀不在 你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那个刀章样会吓得你心惊肉雕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不懂玄学的人 就在忽悠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这桌上 很多把我们的玄学当成忽悠学问 就是我怎么忽悠你 我怎么敢说就是 你只要听我的就可以 这是假的玄学 为什么我刚才讲 玄学是皇室啊 皇亲贵族 还有世代不接常用的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有高级学问的人 在古代才续进入玄学殿堂 才去进入这个一谷星象山的殿堂中去学习 那普通的百姓没有资格去进行这个学习 你更看不到 在古代还有人拿着小碗蛋 坐在那个人群里面给你算命的 没有 为什么 以前那个都是 相对来讲他都是很高贵的人 你去求道 到那个师父呢去求道 师父点化你 用武术来点化你 那个师道尊严 他在那个高位上 你在低位上 没有今天 就是说 哎呀五块钱也给你算一个命 然后五块钱被他又忽悠说 哇啦你今天有灾呀 你花五千块又要打灾呀 你不打灾 你告诉你这个灾可是命可能都没了 你被他又忽悠 五千块又一出 回去越讲越不定静 被他骗了 这种是骗术 这不是真学习 所以我们这次办全学大队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全学正 就是更正大家对他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那么全学到底是什么 然后老师你说全学不全 全学是什么 就是它在外在的表现上是一股心向山五大类技术方法 那么这五大类技术方法为什么在古代那些高智商的人 那些有智慧的人才去学习它呢 告诉大家它的实相 就是它跟你的生命光有关系 也就是古代早都发现了 第二 用这五大类技术可以使你自己体内的生命光 减少耗损 这是其一 其二 可以快速地增回你的耗死的生命光 第三 它还有压缩生命光的方法 使你的生命光的密度 成高密度的状态 同时它可以从天、地、人、三财中更多地吸取生命光 使你的生命能豪满 达到一个身外有身 超越生命的一个水 这就是古代为什么 有学本的人 那些大智慧者才去研究全学 今天是没有吃 没有饭吃的人 买一本书 然后拿个小饭袋就去搞全学了 这个不是真的丢了玄学的脸 这不是真的玄学 当真的玄学的这个玄子 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有据可查的来自老子的一段话 老子说了一段什么话呢 他说玄智又玄重要之门 这是老子 老子在道篇开篇的时候就提到 什么是道 他提到了玄之右玄 正庙 什么是庙呢 所以老子在第一点中说 横无欲已观其妙 就是当你无欲精进的时候 你要观外户怎么从无中化身有的 妙是什么 妙是说无中生有的 就是从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中 可以生化出万有来的一种奥秘 一种奥秘 当然我们之前讲无中生有 都是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这个家伙诽谤人说大舌头 无中生有的编故事 把你的成语又理解错了 那么真正中国古代的无中生有的学会 是玄学的核心之处 它是乃至说虚无中可以化身万物 虚无中可以化身万物 万物都是从虚无中化成的 万物不是从有中化成的 它是从虚无中化成的 那么这个跟佛学东方另外一个 智慧体系中的佛乐体系中 居然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 在佛经的论言经中 它特别提到 这个天地万物是怎么造成的 所以天地万物是怎么造成的 在论言经中说 信一切者为佛性 也就是说佛性 如来佛性 如来藏 那么我经常讲的佛性 它是创造万有的根源 佛性是什么 佛性是尽虚空便法界 无处不在的那个东西 古代没有办法会议它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而今天我们可以上唐课以经理 大家分析出来了 那个无是空 但是它又是有 又不占空间的东西是什么 上唐课讲的是什么 光 对 你妈很优秀 哈哈 这相当可惜的 马上这一次就能打出来 是生命光 生命光 它是空的 但是它又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它又不占空间 它是不占空间 那么 在生命光的这个光子中 光子的特殊性里面 光子的是四大列物质 都是一模一样的物质结构 所以它是什么 就是它是物质的光子也是那个结构 爱物质的光子也是那个结构 然后反物质的光子也是 反爱物质的光子也是这个光子 只有这一种例子 在我们的时空中 只有这种例子 居然它同时具备了四大类物质的特性 所以光子不是你们以为只有看得见的才是光子 那也是 但是看不见的光子也存在 跟物质相反的反物质光子也存在 那么还有 反跟爱物质相反的反爱物质这个光子也存在 但是它的结构都是光子 就是这本经验 所以它不是有特性 不是有一个唯一性的 所以那么 刚才讲了 那么这个光子 在我们的这个如来赞中 就是你的如来自行 那么在老字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讲的道光 叫道生之得序之物行之气成 那么所以这叫一阴以阳为之道 所以上班课讲了阴阴阳放在一块儿会干嘛 放光来电 有人记得来电 来电 那么来电叫电光 以前叫电火 最早的时候不叫光 它叫电火 就是来火 来电 所以是 那么这个 到底大家懂了以后 那么 你再来看 旋之又旋 重要之能 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新学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要走科学学中 年的路 也许中我们 看完 可能是